火焰岡事件的看点实际上是中共长期以来的一个政策的受到了障碍 这个政策其实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了 就是撞弃了这个所谓韬光养晦的政策 然后用更加进攻型的姿态 从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向外扩张 那么这个扩张有人也说了一句话 前几天澳大利亚有一篇文章 很长的一篇文章讲到现在忽然之间海外开始讨论起几个名词来了 三个名词 第一个就是瑞实力 这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是用瑞实力的方式来推动中共对外的力量 这是引起了国际上很大的一个反响 那么其中胡安刚所做的所谓学术研究就属于这一部分的 第二部分他讲的是统战 第三个就是影响力 那么这是海外现在政界最流行的三个关于中国的词汇 那么这个胡安刚之所以现在被大家批是终于发现 通过中兴事件和通过贸易战终于发现 无论在经济上在科技上在综合实力上是远远的被夸大了不仅是被胡安刚夸大了实际上是被整个中共的宣传机构教育机构全方位的夸大了 那么贸易战一开打以后马上大家就要碰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生活要送到问题了 因为贸易战一开打以后很多任用生活品就会涨价 因为中共一收税的话实际上是消费者要付出更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自然的就从无论说党内还是从党外来说的话 肯定是要追究的 就这件事情究竟谁应该负责 那么在不能够把它矛头对准中共和中共最高层的情况下 那胡安刚就是一个最现成的靶子 aff缴 距离 距離 距离